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OK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嘉玲说 减重真的不能吃甜点吗 我 可是我不是甜的 不吃甜的 应该是不吃甜的 心情就会不好 QQ 好可怕 我觉得甜点对女生来说 真的有修复我们心灵的作用 对 真的 100 贴头 最好是你吃甜点会不会开心 我吃啊 你该啦 没有 但前提是你要减重嘛 你要知道你第一优先是什么啊 对 你想要瘦下来 当然甜点就一定要借嘛 对 因为尤其那又是精致糖分 对 你血糖上升的快 第一个你甜的吃都脾气也会不好 对 会吗 因为其实呢 我们心情会好耶 血糖高心情好对不对 对 血糖低心情就不好 所以情绪波动就越来越大 就会比较大 因为血糖波动会很大 第二个你饱足感的感觉也会波动很大 一下子很饱 一下子很饿 那你会瘦这种血糖稳定期才会瘦 你血糖很高的时候 血糖很高的时候堆积脂肪 血糖很低的时候保留脂肪 中间这段时间才会瘦 原来是这样 因为波动越大越不稳定 所以寒糖饮料也是这样对不对 是啊 血糖越高 波动不定就瘦不下来 那营养师有没有建议 就是说如果真的想要吃甜点 有没有比较不容易胖的 讲得好心虚喔 比较不容易胖的 比较好的甜点 其实它可以 就是说我会建议 你可以善用自然水果里面的甜分 就是它的味道 比如说像我很喜欢吃优格 对 我都自己做原味的优格 那有些人会害怕酸嘛 就会加很多糖 那我不用加糖 我加新鲜的水果 因为水果本来就有甜啊 所以这样子吃其实也OK 对 我突然想到了 我自己在家里我也会煮白木耳 然后我用白木耳加上新鲜的水果 对 加苹果啊 对 是不是就很好吃 这样也是甜点 也很疗愈 对 一样的效果 好 OK 我们再来看一下 景恩说如果因为工作的关系 睡到中午才起床 那可以算是起床的早餐吗 刚刚营养师有说过 就是早上起来不管你几点 第一餐就叫早餐 对 所以只要一起来吃是OK的 对 那会建议景恩就是说 在起床的一个小时内要吃早餐 一个小时内 为什么 因为基本上早餐为什么那么重要 就是它是唤起我们的 新陈代谢很重要的一餐 对 我们脑部要开始运作 其实就是我们需要很大量的营养分 对 所以最好在一个小时内吃掉的话 提供身体需要的这些营养分 那你的新陈代谢就会比较滑落 了解 也才会有精神啦 没错 不然整个人弱弱的 对 老板会骂人的 好 接下来我们问一下 请举牌 早餐喝奶茶 是减肥的大忌 对不对 请举牌 这都不用回答的 我都可以告诉你 当然是对的 不过如果鲜奶茶还好 红茶加牛奶我觉得OK 不要含糖 不要含糖 所以如果是红茶加鲜奶 这样可以 对 这样还可以 可是这样会不会很难喝 不会啊 就是鲜奶茶 就是鲜奶茶 不加糖耶 很香 就是口感 我觉得口感不错耶 真的喔 所以你也可以喝不加糖的饮料 可以 因为我其实我都喝豆浆 无糖豆浆 哎哟 不错喔 难怪这么Q呢 所以营养师 如果是喝红茶加鲜奶 是可以的 它的热量相对 一般的奶茶来讲的话 它其实就可以减少一半 对 那其实牛奶本身 它也会有一点点淡淡的甜味 因为我们的牛奶里面有乳糖 对 所以其实我是觉得OK啦 不会说到不好喝 不会到不好喝 对 它有淡淡的甜味 所以如果把奶茶 改成像少少喝豆浆 是不是更好 其实现在也有人流行喝豆浆红茶 豆浆 就是饮料加茶就对了 对 鸡鸡鸡鸡鸡 奶茶就奶茶了 对啊 豆浆就豆浆 好 接下来下一题 请问 网传 哎 那我们的那个 咖啡怎么一直吊 好 没关系 好 请问 网传说 早餐前30分钟 喝一杯黑咖啡有助染指 对不对 请举牌 早餐前30分钟 30分钟 黑咖啡喔 两位都举三角形 少少也觉得 你也很难选 你这个很猶豫 因为我不敢喝黑咖啡 真的假的 那如果 如果今天跟你说 你喝了黑咖啡 会让你瘦五公斤 你敢不敢喝 我怎么会逼他呢 我可以考虑 但是我喝过 很苦对不对 我会晕 会晕 会晕 是因为咖啡因吗 不知道 那你平常不喝咖啡 我喝的时候 人家牛奶很多 我懂 但根本没有用啊 激势掉了啦 对 女人要懂得吃苦 你看 我多爱喝黑咖啡啊 所以我吃得苦中苦 有没有 方为人上人 那陈医师 为什么你举三角形 因为其实空腹喝黑咖啡 会对胃比较不好 刺激比较强一点 会伤胃对不对 对 它比较瓜胃一点 其实咖啡因有助于提升代谢 是没错的 可是说你没有必要空腹喝啊 对 你可以先吃点东西 然后放后再喝 对 所以边吃边喝 也是可以的 对 我觉得比较好一点 所以營養师这样是对的吗 你可以打成它 没关系 对 其实咖啡因本身 它确实是可以促进 我们的新陈代谢 促进脂肪的燃烧 但是也不能因为 你喝了那一杯黑咖啡 然后你就 就是肆无忌惮地疯狂吃 对 它是烧不掉的 好不好 但是如果说它是均衡营养 但是有喝黑咖啡 这样子有助于燃脂吗 如果是说同样 饮食有控制的人 有喝跟没喝比 但实验的结果出来 是有喝的效果比较好 真的喔 对 但是前提是 你还是要饮食控制 真的 但咖啡要到一定的量吧 对 那我们喝一杯黑咖啡 应该还不够 那个提升代谢的量吧 顶多350吧 350ml 其实如果以咖啡因的量来讲的话 卫福部建议一天的咖啡因的量 是300ml 300ml 那就是300ml吗 不是 就是我们去买咖啡的时候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 就是旁边都会有红绿灯 对 那红绿灯的话 罐装的咖啡嘛 不是你现在去 比如说 超市 超商 或是咖啡店 他们的Menu都会标红绿灯 对 对 现在这么科技喔 对 这个是有规定要标的 真的喔 对 那其实是让我们知道说 它里面的咖啡因含量 红灯的话呢 一天就是一杯喔 红灯的咖啡因是200ml以上 对就是很浓的意思 对 咖啡因含量比较高 那如果是黄灯的话 一天是可以两杯 两杯 那绿灯的话可以三杯 三杯 对 了解就是看浓度啦 对 OK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网友的留言 例如说 我不喝韩糖饮料 我每天都喝无糖绿茶 结果捐血的时候 居然被告知红血球不够 缺帖 怎么改善 喝无糖绿茶会 红血球不够吗 陈医师 不一定跟无糖绿茶有关系吧 因为贫血应该是其他的原因造成的 对啊 他搞不好一整天只喝无糖绿茶都不吃饭 他搞不好要贫血啊 这样也不行啦 对啊 那要缺铁怎么办 营养师是不是吃牛排 有没有 结婚了没 赶快叫老公买牛排给你吃 跟我们造血有关 其实铁当然很重要 所以红肉要吃 红肉要吃 那除了铁之外 其实还有维生素B菌啊 然后还有维生素Ce啊 都跟造血有关 所以要看你是哪一种贫血 那他喝绿茶会影响到 红血球吗 我是觉得绿茶有点无辜啦 不要怪绿茶 对 所以绿茶没有错 不要怪他啦 除非他喝绿茶喝很浓 然后喝到胃都不好了 胃不好 他影响到铁剂的吸收 内在因子被破坏掉 影响铁的吸收 那就很远的一段路了 就不知道到底是不是这个原因 其实我觉得喝可以喝 可是我觉得要适量啦 所有的东西都要均衡 你不要说所有 你喜欢喝绿茶 你觉得绿茶可以瘦 你就喝大量 现在人家都这么极端 对 不知道怎么回答问题 你知道吗 所以你只好翻白眼啊 好 那我们早餐聊完了之后 因为吃真的很重要 重要的是 午餐跟晚餐 到底要怎么吃 我们等一下再来聊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留言 这怎么念啊 Z 肉 其实我们就念他的开头 就念RZ就好了 RZ 对 聪明 好 他说 如果上班跟放假吃的时间 完全不一样 这样会瘦不健康吗 这样会瘦吗 上班的时候 他的意思是说 譬如说他上班是朝九晚五 他吃的是正常的 可是假日可能睡得比较晚 所以吃饭的时候是不正常 这样会瘦还是会胖 这样我们比较好 比较不建议 因为其实你的生理机能 其实跟要规律是比较好的 对 那包括你吃饭的时间 就是像前面陈医师有说 血糖的波动啊 你要尽量稳定一点 那你进食的时间 也要尽量规律 那可是问题是 很多人都会想说 我好不容易休假了 我可以睡到中午 多睡一点 对不对 女生都会这样啊 可是这样大家 其实你可以去感觉一下 你睡起来反而是更不舒服的 你睡起来会更累 所以你的建议是说 我们假日不要睡太晚 还是起来吃个早餐 还是一样规律 对 然后再继续睡 后面我们有讲这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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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继续睡 我们俩哥也要继续睡 没有 其实到了一定的年纪 你时间到就会醒来 你想睡也没办法了 对啊 真的是耶 是干嘛这样说我 我最近都这样子耶 七八点就自己醒了 对啊 礼拜天就是八点就起来了 这是老人家的那个镜头吗 没有 其实是我们生活 比较规律的人就会这样 太规律了 因为我也是早上八点就起床了 真的假的 为什么你会这么早起 因为我很饿 你好可爱喔 午餐吃早餐 就是饿醒就对了 好 那我们早餐吃完了 我们要来吃午晚餐了 午晚餐也很重要 有的人是过午不吃 就是吃完午餐之后 晚餐是不吃 而且滴水不沾 这样子身体怎么受得了呢 我们来看一下 午晚餐这样吃 绝对受不了 第一 午餐 是怎样跟我做对瑞 一直掉 我们到节目最后统计 它会掉几个啊 好可爱 这样大家才知道 我们是赖虎的 对 好 午餐都吃外食 好 第二 午餐吃到撑 第三 不吃晚餐 第四 午晚餐一起吃 午晚餐不吃淀粉 少少 你都怎么吃 第一个 都吃外食 你都吃外食 可是你不是会自己煮吗 是回高雄 因为我高雄人回家才会有的煮 然后台北没有的煮啊 哦 了解 所以你大部分都吃外食 吃外食 吃外食最油了 真的吗 而且我还吃超商的耶 超商的 对啊 就是方便 哦 我知道 是不是超商比较便宜 很便宜 对啊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你会觉得一个鸡腿便宜 都要120了 对 真的 真的 午餐都吃外食 是不是比较容易胖 其实外食 我们也可以聪明的挑 对 不一定 如果是说 以这五个选项来讲的话 我反而觉得饿 吃到撑是最不好的 为什么 可是人家说 午餐要吃得很好耶 好 不吃晚餐的人 吃得很饱 他通常也会有饿的这个行为 对 因为他想说反正我等一下 还要到明天早上才能吃 我这一餐就吃非常非常多 有的人是午餐吃到很撑 然后他不吃晚餐 对 那这样其实也会让你下午更饿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原理 你血糖上去很快 下来也很快 所以下午你大概 虽然吃很撑 也许你到两三点就饿了 就饿了 而且我觉得饿很难过耶 会刮胃 会磨胃很不舒服 饿的时候心情又不好 对 然后血糖低睡得也不好 对 那睡不好你瘦素又少 饥饿素提升 瘦素减少 又不会瘦 对 就一来一回何必呢 对 而且我觉得 午晚餐一起吃 其实很痛苦 因为这时间非常的漫长耶 你看喔 中午12点吃完 吃到一点好了 离晚餐时间 大概至少六七个小时 那这个的意思是 你从12点吃到晚上7点吧 午晚餐一起吃 好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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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会变大狗蛋耶 对 不行啦 可是晚餐不吃淀粉是对的吗 林老师 很多人会觉得说晚餐要就是 就是说尽量不要吃淀粉 好像淀粉容易啪 对啊 可是这个要看喔 如果你不吃晚餐不吃淀粉 那它比较没有饱足感 那可能到了晚上的时候 他可能会饿 也许会再去找更多的宵夜进来吃 那这样就不OK 这样就不OK 对 可是如果是说晚餐呢 你没什么淀粉 可是你知道聪明要有一点 有油脂啊 有青菜啊 有蛋白质 比较有饱足感的东西 那你可以撑到睡觉都不用吃东西 那是OK的 那就OK 了解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下一题 请问吃饭前先喝汤 有助减肥对不对 请举牌 有助减肥 哎呦 都不对 都沾了汤 觉得不对 为什么 因为这题有点 有点那个 条件式的啦 条件式的就是你如果说你的食量 饭吃很多的人 或是很喜欢吃肉 食量很大的人 你先喝点汤 把你的味占掉一点空间 那或许可以让你不要吃那么多东西 对 可能比较会瘦 那有时候本来就像我们小鸟味的人 先喝汤先吃饭就没什么差了 对 真的 那少少喜欢喝汤吗 我喜欢喝汤 你喜欢喝汤 再吃饭还是先吃饭再喝汤 我会先喝汤再吃饭 真的 但塞的量还是一样多 因为你的那个水会从中间你吃饭的时候 会去上厕所就把它流完了 对 汤就流完了 而且我很容易就是 汤饭会配在一起 这样不好吧 对 我常被我妈妈就这样 对 老人家都说这样很伤胃 对不对 都不咬啊 你就想要吞快一点嘛 真的 真的 小孩子都这样 因为少少是小孩 哈哈哈哈 所以一样是不是 湯泡饭是不好的 对不对 这样其实蛮容易消化不良的 因为有液体它会稀释我们的胃液 对 对 那你胃液被稀释的时候 消化酵素也被稀释了 对 那其实就比较容易消化不良 而且我说实在的 喝汤增加饱足感 你也要看喝什么汤 对 所以 因为如果你喝的是玉米浓汤 没错 它加的是鲜奶油 加的是牛奶 也是很胖好吗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要喝的话呢 建议大家只能喝 没什么油的蔬菜清糖 对 这样子就可以喝了 对 好 OK 我们再来看下一题 边吃饭边喝水 可以增加饱足感 对不对 请举牌 来 这一题题目也有一点点陷阱 对 对不对 真的 营养师觉得不对 你们两个都觉得对 你们会这样做吗 没有 我没有觉得对啦 都觉得中间为何 第一个你伤胃嘛 刚刚讲过啦 比较会伤胃 那第二个其实你半固体的东西 其实离开胃的速度更快 对 你存固体下去可以留比较久一点 那少少呢 你会 先喝水把它喝饱一点 可是你是喝汤的 我会喝汤 那中间就是已经吃会口渴 口渴在喝水 我还是会稍微偷偷灌一点水 了解 这样可能也会吃的 口渴你怎么不吃点青菜就好了 口渴吃青菜 对啊 青菜有点水分 对啊 有点水分啊 有人口渴吃青菜 不是啊 我说吃饭中间 吃饭的中间如果太干 对 太干应该是点青菜 真的假的 可是我个人喔 吃饭没有喝饮料不行 我吃不下 太干 即使吃青菜 我还是没有办法 对啊 我已经养成习惯 所以我吃饭的时候 旁边一定要有一瓶无糖饮料 或者是柠檬水 所以吃饭是不是都很赶很挤 可能我个性也很挤 没有咀嚼够的话 过一分泌越来越少 真的 所以是不是要嚼久一点这样 就不会变化 对 对 因为之前有一说 不是说你要嚼久一点 就吃的比较少 比较容易有饱足感 这是对的吗 因为其实我们大脑在分泌 这个饱食的感觉 对 讯号告诉你说 你饱了不要再吃了 这个讯号大概要20到30分钟 对 所以你咬得越久呢 那你时间是不是拉长了 你相对不会吃那么多吃 对 所以咬久一点是可以瘦身的 没错 至少不会胖 对 至少不会胖 OK 好 接下来下一题 请问地瓜当午餐吃 比较不会胖 对不对 请举牌 地瓜当午餐吃 陈医师跟营养师都觉得对 瘦瘦你也吃地瓜 妈妈的 妈妈的爱心 招数 妈妈 为什么是妈妈的招数 妈妈就是说吃 她说我们老一辈都这样吃的 对 老一辈是不是以前米饭比较贵 所以他们都吃地瓜取代 对 对不对 所以以前 地瓜加到饭里面去 对 地瓜加到饭里面 比较有饱足感 可是地瓜的含糖量 其实蛮高的耶 对 所以我们要替换 不是说你肆无忌惮地吃 对 那如果是说地瓜 你把它 就是说取代精致的白饭 那它的纤维含量比较高 那就是OK的 那如果有人说 那地瓜我吃一颗 但是它这么大颗 可以吗 比较有饱足感 如果它取代两碗饭就OK 它的热量算少了 算少了 那如果你建议一般我们午餐的主食 如果以地瓜来取代大概是多少的量比较好 其实如果地瓜来讲的话 我们用很简单的碗的比喻来讲的话 半碗的地瓜大概等于四分之一碗的饭 半碗地瓜等于四分之一碗的饭 一碗等于半碗 对 两倍啦 两倍的体积 以体积来算的话 以体积来说 是饭的两倍大小 那这样吃饭好像比较划算 因为吃饭量比较多 没有 地瓜是两倍体积 地瓜比较高 水饭含量比较多 了解 原来是这样 所以地瓜可以多一点就对了 对了解 好 OK